字幕提供 五幕,你們看到這一段 香港時間大概 一點左右 我之前還有一段 我回到後,我都要很多時間去做不同的事情 但是我想說Facebook很久了 因為 首先,在那個 元榮光歸香港事件那裡 郭哥 那件事那裡 有人在社交媒體貼了東西 被人騙了 國安公司哪裏得到的 我想問 好了,第二件我覺得 也是很離譜的 就是 就是 Facebook 即是Mata 就發現 他們有員工或者外判商 這樣 濫用那個 他們外部的系統 有人就收了賄 幫某些有問題的客戶 重開那個頁 這兩樣東西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Facebook 整個當作烏煙瘴氣 首先 一件事就是 Facebook 一直在Public report 那裏 說自己 沒有將 香港用戶 即是 政府要求 的資料交給人 陳述 一向都這樣說 但問題就是 有兩件事 第一 你Facebook 裏面的人士 你陳述 你陳述不給 如果Facebook裏面 有警察的代表 或者警察的臥底 有資料 你們有沒有監管 甚至可能 我不直接 罵到陳述那麼盡 你香港警察 在你Facebook裏面的外判商那裏 插了針 你偷手足資料都夠 所以我在Facebook 我通常 我真的嘻嘻嘻嘻 其實我Facebook 我個人帳戶 我不講政治 我很少講政治 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 我知道你們這些人在做什麼 甚至你Twitter 你可能都有類似 Twitter 就可能好些 因為Eon Musk炒 炒了人 但問題就是 你Facebook Mata 我覺得這件事不是無辜 就是 它裏面的員工是什麼 那個是要大家深究的 就是 我從來都不相信Mata裏面的人 如果你真的Mata 是有心做事的 我說一件很簡單的事 那些什麼 一心傳股 什麼 什麼 古海洪心 那些什麼炒股 那些假銀卡 那些那些 那些一體就知道 投訴這麼多次 這麼多page 是有怨言的 擺明是中國來的 那些 打開簡體字 扮台灣人的 為什麼每一次投訴 我投訴Span 都不理 我想問你陳樹搞什麼 我不需要複雜 你證明一件事 就是你公司裡面的管治 你根本就亂了 擁用職權的事情 無日無之 我相信 YouTube 都不會好得很多 因為YouTube裡面 都會說很多外判商 因為YouTube 經常都說 我們內部 What the fuck is internal team 你不要玩 你有些是版明是外判商 他回答我 他回答我 那些是印度的 他只是 交通訊息上去 接著那個人在哪裡 我不知道 這些事情很多 所以 我覺得 如果你這種架構 仍然存在 本來在社交媒體 就很危險 你問我 如果不是有熱狗這種人呢 你有中共的擔心 我 不是很贊成實名制 實名制 因為實名制 不是說真的 特別有好處 但問題 現在沒有辦法 你又中共 又熱狗 又有什麼 古靈精怪都有 那些是有人爆鼻 其實我真的要抓的 前面的刀手沒有用的 幫刀手做事 那些仆街才要抓的 那些 Facebook一堆 很明顯 這個 所以 你要小心 OK 有些可能你的朋友 都很乾淨 你已經很小心 問題是 Facebook是複佳 Facebook是複佳公司 沒得說的 這個是 我覺得 是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就是收賄那件事 你現在就明白 為什麼 劉政的網頁是可以 要復的 大家都知道的 Facebook的網頁 如果他鎖得起的話 有足夠證據的話 你不是這麼容易用而苦的 更加不要說 可以站在這裡 劉政宣稱他在Facebook裡面 認識別人 認識別人 那我現在就解釋 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就解釋到 為什麼劉政的網頁坐在這裡 有人幸愧 我想問Facebook哪個員工 幫你開的 是外判商的 還是陳樹的 現在 定有人給錢 給外判商的員工 然後用Facebook裡面 那個 外部系統來 幫你重新開 一個Page 我現在這個 我真的非常信心 我極有興趣 因為你手上 那三個Page 全部犯了任何 各式各類的 community standard 你是應該消失的 OK 我對網絡自然自由的看法 就是有些Page 要消失就要消失 實際上 你有這個Page 去保護你自己 那個不是侵害言論自由 OK 那些Page 那些Page 每一個人 你不是 我的Page 表言論大 任你說的 不是的 OK 我亦都 有些人說我是捉鬼 我想想 劉政那些 她老婆是黑警 這個不是新聞 這個 為什麼 你還有一些手足 還會相信她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那些是否真的是手足 這件事 這麼簡單 那件事 你想想一些不應該存在的Page 你都可以大搖大擺 大鵝大鼓 這樣在這裏 我想問一件事 你Facebook 大佬 你想怎樣 下一步 你Facebook 現在就捉了一些 捉了一些員工 清理的 那些 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就是Facebook 這些有權力的人 的管治問題 因為現在很明顯 Facebook 有一班員工是覺得 他的身水不夠 他理所當然 他覺得這個是員工福利 這種濫用權力 是不是員工福利 大佬 這個很嚴重 究竟你有沒有辦法去監管員工的減用權力 其實這個是所有安藥公司的問題 沒有辦法監管員工的減用權力 無論是 無論是Facebook也好 YouTube也好 Google好一點 Google我跟那些商店那些友仔交往 有些就好 沒有辦法 但是有些部分是講道理的 我都知道 有些都講道理 因為Facebook Google負責搜尋結果 的檢查那部分 那些東西 那個是一個很專門的知識 那裡我不會詳細講 但是我就知道 有些人是OK的 他是知道那個法律 就是DMCA 或者美國其他的法律 譬如說Cert Engine 那個責任的部長 因為有些Wrap Mask 是很糟糕的 譬如你聯理著 你聯絡他都不會回覆你的 那老實講 你去到這個時候 那你唯有是跟Google談 說真的 就是令到它的消息消失 你沒有 這個你沒有選擇 這個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 你說 Facebook和YouTube 那個濫用權力的行為 是無解的 有些應該處理的事情 沒有處理 沒有客戶服務 當然有些人說是免費的 Google 就是YouTube 或者 首先我的YouTube戶口 不是免費的 我是跟企業戶口 所以其實它是要服務我的 好了 第二就是 他覺得是免費服務 所以就不用服務 Certion Support 這個第一不是這樣 這個第一 對不對 對不對 第二 我想 不少客戶是願意給錢 有一個支援的方式 至少如果我是一個給錢的客戶 你會注重我說的話 第三 更重要就是 在網上有權力的人 怎樣不利用權力 不要搞錯 好似我自己的專頁 我自己的YouTube 我喜歡推銷誰就推銷誰 說實際上 那是我的私人地方 為甚麼我不能推銷 你跟我說言論自由 你那些人搞罵罵罵的事 你跟我說言論自由 所以我不會客氣的 比如星期二 港產 牛精上來的人 我全部一見都不會放我 很清楚 更加不要說中國來的那些傢伙 其實我剷了很多人 我做了很多功夫的事 好 跟著 問題是 你如果你是受僱的 或者那個地方不是你私人地方 譬如你是板主 板主管理是不同的 板主如果不是你自己出錢的話 板主是一個公共職務的人 有公共角色的人 他的權力是要受限制的 要受監察的 他禁止一個人 你不明白 但你覺得這件事情 在華人社區 由BBS 到維基百科 到 到Facebook 到YouTube 這些濫用權力行為 無所不在 我說的 我玩了網二十多年 最不開心就是這件事情 先有BBS的所有的 System Operator 自己雙重標準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些人 你問我 你問我 見到這些人 我會 再見到我會原諒他們 NO 那個字是NO 很簡單 你 大哥 你條版規寫得清清楚楚的東西 你可以 你班人 因為我自己為威為 可以 講一套做一套 這個就是整個網 腐敗的開始 OK 由BBS 到 到 現在那些 到那些 到那些 你說 為何常常常高燈被人咬 林祖信 以前說話沒有標準 對不對 林祖信 他為了比較好的 你要找到他真人 是這麼多 你不會像 聯尼主那樣 是intentionally 收藏自己的身份 還敢說我是白卡 你猜許業行先生 我猜我不會跟你算這筆章嗎 我一定跟你算 我也覺得大家不只要杯葛 聯登 有機會 令到這傢伙下台是要的 因為他的資金不明 你覺得那個是可以這樣濫用權力 但是聯登OK 許業行他自己的老闆 他自己很小 他要承擔法律詐 他自己要承擔法律詐 他是有目的地去逃避法律詐 然後他說Facebook 或者YouTube這些 這些是公共公司 公共公司 但是那些傢伙就是怎樣 你不要說 你不一定是Matter 或者是YouTube奶共 可能這件事更簡單 有人收兩份人工做人 收一份人工是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的 那份人工未必很多 但是他收益一份是中國政府給他人工 他幫中國政府查問 或者養肥某些五毛 中夢又某些 那些是怎樣 對五毛就說什麼都可以 那些卡拉斯文牛證 為什麼他沒有給我 我覺得很神奇 但是你對於那些怎樣 對於真正的黃絲 真正的手足 嘩 他說重一點 都是Bang夠的事情 就是這樣的情況 更何況你說 那些手足的資料 會不會被這些 電話有雙重角色的人 去我走 然後有沒有人監管 你覺得有嗎 沒有 所以你問我 我對用Facebook 我對用Instagram 其實Instagram很厲害 我只是用來貼相片 我不做其他事情 其實我貼相片和拍攝的時間 通常是差距幾天 或者是差距十幾天 我不會實時拍攝 實時拍攝 但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中國政府的人在 我怎麼知道 你會被中國政府捉到我 然後你說 Facebook Facebook 老實說 我私人的就是嘻嘻嘻的 你說我正式那個 我自己的 那個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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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見到的 除了我分享YouTube的事情之外 我沒有其他用途 有時分享一、兩張照片 我沒有其他用途 那個是我的RSS 因為我知道 你整間公司的管治 你很糟糕 很多人收兩份薪金 你收兩份薪金 我懷疑 隻眼開隻眼閉 怎樣 你這些人更好 他有跟中國政府拉關係 這麼一出奇 所以其實最後 有一件事 香港的法律 以前香港的法律 英治現代 如果你是商業電台 你是香港電台 你是無線電視 你是亞視的員工 你是列作公職人員 在有些法律上 是列作公職人員 他說 有沒有搞錯 公職人員 他們是私人機構的員工 第一 他們用的資源是一些大氣電波 那是公共的資源 第二 你擁有的權力相當大 所以 你變成公職人員行為 失當有關的罪行 全部都用得上 在這些公司的員工上面 他每年都會更新的列表 這個是好 所以 你問我怎樣看 其實你 我覺得香港的法律 就不會指望 但是你說 Facebook 這些公司 或者YouTube 這些公司 他所有的員工 以至他的外判相 全部是要當公職人員 你試一下濫用權 你試一下收賄 全部重刑事後 而且你要一套透明度的標準去 譬如你 你不可能怎樣 沒有電郵回額的 我發現這些公司很過癮 除非你本身跟他們有業務往外 你跟他們有業務往外 當然你有他們的電郵 當然 但如果你跟他們沒有業務往外 我告訴你 你是不會有他們的電郵 是很邪惡的 我告訴你 這件事是很慘的 我告訴你 你變成怎樣 有些人 我認識那些人 是有權力的人 那我很容易解決我的問題 譬如恢復戶口 對付某些人 等等 問題是如果你不認識別人 一般來說 其實你一直會被受傷 其實 我覺得這件事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們是怎樣看待IT公司的員工 你不是每次都要Eon Musk 激起的項目 要不要炒掉他們 其實炒掉他們 也有問題 Twitter這幾天 因為Twitter負責DMC的組員工 據聞好像炒掉了 很多人 很多反權持有的人 進去DMC 是直接的 後來是怎樣進去的 我認識一些人 直接把DMC交到Eon Musk的電郵 如果知道Eon Musk的電郵 直接交給他 你自己搞定他 Eon Musk是很小的 他一定要接你那張DMC的訊息 那張DMC的訊息 因為肯定有人侵權 肯定有人侵權 肯定有人侵權 不用說 所以你說怎麼搞 社會怎麼搞都搞不定 你可以看到這件事是 以後來 我們怎樣看待IT公司 有這麼大權力的人怎麼監管 以前我也經常討論這件事 你那些板主要怎麼監管 板主要有這麼大權力 你怎麼監管 你怎樣去確保他 你不會攬用權力 你有沒有一個 令到網友有冤有號數的渠道 沒有 結果就是 那些人經常用網都用到 覺得很不公 其實那種不滿情緒 是會不斷積累的 那個不滿情緒 最終會摧毀你家IT公司 更何況現在那些IT巨頭 為了怎樣 為了賺錢 為了所謂開拓中國市場 會不會靜悄悄和中國政府合作 這件事情 Facebook很有可言 因為Facebook你找的高層 在香港的高層 因為大家已經 正如我已經在報紙公開動它 Facebook都不認為有問題 陳書際選擇一個方法就是不認機 他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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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搞了幾個交易 他是這樣的 你這樣說 可能大家忍無可忍的時候 老實說 你一定是政治解決的 就是你最後Facebook這些公司 你最後就變成一些政治上 大家很有怨氣的公司 就是我 接著最後就會反思 就是安邀公司那個員工那個 薪水 職人 監察 這些東西 因為你擁有的權力 總之任何一件事很簡單 你擁有的權力越來越大 你只要適當的監管 你沒有監管的權力 是往往是 承認到世界混亂的開始 沒事的 你現在Facebook那些 你那些權力無人監管 結果就出了事 現在開始有人 貪污腐敗 收的 可能他平日那份工資很多元 他只有二千三千美金 但是那些黑暗工資 那些收賄的 可能他每個月 幫幾條混亂 重開戶口 可能他已經 他可能地下收入有 六七千美金 他收USDT 那些銀釀很多 我據我所知是收USDT 是收幣 收幣的 很多這些混亂 因為幣不容易查 我就沒有做這些事情 但是有些人 為什麼經常炒弊 大家心知草名 所以你想想 這個Facebook這間公司 所以你說手足 如果你真的要發表 不要用Facebook 還在香港那些 不要用Facebook 是危險的 這間公司很糟糕 你仍然用一些 比較安全的環境 但也不會完全信任Telegram 因為Telegram的 很多奇形怪狀的人 你看到一件事 為什麼我會BANG BANG得很徹底 就是有些人沒有發表任何言論 但是我懷疑他的身份 我都會BANG 沒有事 我要保護我的用戶 其實安全 不是保護我自己 我保護 所以這裡的Check Room也是 你訂的奇怪的東西 或者譬如你訂紙巾 香港警察的頻道 我立刻BANG 你沒有發現 我都會BANG 很簡單 我要保護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Robot 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黑警方 我怎麼知道 我不知道 我要保護每一個人的安全 你這個時候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些賤人 所以最終我們是要 我不知道現在 什麼時候會談一件事 但遲早會談一件事 而且這個問題 不會短期探索到 因為 現在BBS的掩權 那些論壇掩權 板主的問題 都沒有解決過 說真的 這個問題是沒有監管的權力 我們怎樣設定一個有監管的權力 這個有難度 這個 但是這個有透明度 我覺得也要有透明度 做任何做決定的人 那個名字 那個名字 職員號碼 他上班的國家 那些要交代 如果他有政治立場 那些是不應該讓他掂這些工 沒有人做 這些 因為最後 所以他說 這些是冰山一角 但是我建議 在香港的手足 小心社交媒體 那些社交媒體 很多都不是好人 他未必是 老闆都已經不是好人 但問題更可能 就是他下面的 為了賺錢 賣糕給 你死幾個事 關於他賊事 真的 這個時候 真的很賤人 好了 今晚我這個 我還說到這裡 那 今晚香港時間 我也是就世界杯 就是這樣